按照最新的数据 2015年的中国现代化率是44.4% 接近一半 按照唐氏200年转型说来看 2111年大致就是中国现代化完成的节点 按照文明发展的加速度原理 只要顺利发展中国不需要到2111年 而是本世纪即可完成 唐氏历史三峡论是20世纪旧文明观的时间表 按照文明学规律加以调教 这个时间会大大缩短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发展特别快 截止到2016年 中国的世界排名就第一次现代化指标 提高了31位 第二次现代化指标提高了29位 综合现代化指标在全球提高了20位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8年的全球排名里 中国第二次现代化位于第50名 现在属于初级发达国家 到2040年前后 中国有可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即东欧水平 2050年之后 有可能成为前30名国家 到本世纪末有可能进入世界前列国家 中国百年来成就也很大 中国人的十字率历史上一般不会超过5% 但今天中国承认十字率已达97% 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就是一种文明突变的主要标志 中国人的文化文明素质在一个世纪内已彻底改变 标志着工业生产能力的钢铁产量 中国在1995年成为全球第一 2010年中国钢产量6亿吨占据全球第一 历史上可能只有三个国家有此地位 3000多年前的赫帝帝国 工业化时代的英国与二战后的美国 这样的国家无一不最终成为世界的霸主 在民国时期 中国的钢产量还只是日本的一个领头 如1937年 日本钢产量580万吨 中国只有4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 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177万吨 苏联与美国也经历了几乎同样的一个量比 之后落后的苏联在集体计划经济下开始发起冲击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达到了1913年的工业产值的2.7倍 并最终超越欧洲所有国家 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 最能代表生活水平的寿命 1949年之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大约40岁左右 今天几乎翻了一番 为76.34岁 就寿命一项 中国提前进入先进国家行列 美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六倍多 非常富有 但寿命期望值却比中国高不到一岁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医疗体制 在有限的条件下中国医疗制度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但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大幅提高是个考核医疗制度的硬指标 说明中国的医疗制度在今天实际上有相当好的适配性 中国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多半还是经济水平的掣肘 巧夫难为五米之吹 假如一旦进入现代化发达国家 许多问题相信可以迎刃而解 经济数据可能更好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与国民福祉 1977年世界第一人均GDP国阿联酋为33245美元时 同时的中国人仅为185美元 在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指数中国排第25位 几乎是全球倒数的最惨水平 1992年中国为366美元 但此时的摩纳哥却已攀升到人均9万多美元 20世纪中国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间 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当时很少人看到这条鸿沟 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贫穷 却不知道究竟有多贫穷 最可悲的是人们还找不到摆脱贫穷的道路与方法 共产党在执政掌权几十年后还在哀谈 为什么我们经过那么多艰苦的奋斗 而无法摆脱贫困 实际上贫困是几百万年来 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富足过 人类获得稳定的温饱 其实不过是20世纪刚刚出现的一个现代化新现象 它的发展成因非常复杂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进化到衣食无忧的社会 并非理所当然 需要多种条件支持 目前地球上只有少数国家地区才有可能进入这种状态 并且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进欧白人之间 中国的地缘、人口规模、文化传统与经济水平等方面 预知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人需要在理解与承认自己落后的现状之上去争取发达 1997年中国人均GDP提升到780亿美元 是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之后加速度效应出现 2002年中国人均超千元 2007年翻番为人均2695美元 不过相对的莫纳哥已经到17万多美元 2012年中国继续翻番人均为6000多美元 2019年中国人均过万为10300美元 这个水平已接近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到今天才成为真正的中等发达国家 北京市人均已达人均2万 市航预测2030年中国人均达到3万 从墨市线效应来看 达到中等就是中国的最好成绩 处于平均之下 一直是中国的地缘常态 所以中国人均GDP超越全球平均线 应该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 虽然中国在近几十年飞速发展 但由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特殊情况 继续提速会非常困难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 基本相当于美国在1977年的水平 一路即跑 中国从世界最落后国家阵营 已悄然提升到世界中等地位 在全球HDI排名中位居第72名 但仍需十分努力才能继续追上发达国家 只要有任何波折都将功亏一篑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 肯定做对了大多数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制度适配 中国才发展的如此顺利 同期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大陆国家 成为一个海洋文化逐渐发达的国家 目前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居七期 而50年前全球十大港口中 一个中国港口都没有 这种从无到有 从被动到主动 正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内发生着 这就是全面的文明崛起之下 现代化是一种肇事于西方的文明 中国现在刚刚走上正道 前方的路还有很长 著名的全球头号对冲基金 创始人达里奥在2019年的一个采访中说 35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6倍 GDP全球占比从2%变成22% 贫困人口比率从86%变成不到1% 平均寿命延长了10年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的股票债券市场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哈佛大学专家格雷厄姆说 仅在一代人之内 一个此前从未在国际联盟中露面的国家 忽然跃居榜首 1980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0亿美元 201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1万亿美元 通过市场汇率换算得出 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8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不足400亿美元 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了近百倍 达到4万亿美元 从2008年开始 中国每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 都要大于印度的整体经济总量 即便在2015年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每16周就能创造出一个希腊的经济规模 每25周就能创造出一个以色列的经济规模 回顾全球史 从1860年到1913年 美国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举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并震惊欧洲 这一时期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 自1980年起 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 根据金融学的72法则 即用72除以年增长率 以确定经济或投资 何时会翻一翻 由此得出结论是 中国经济每7年翻一翻 许多专家相信 大约在2035年 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 这意味着达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时间 中美两国都是用50多年的时间来完成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讲中国的爆炸式发展形容为 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 同时在中国如火如荼的进行 并将300年的时间压缩为30年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美国自建国的1776年以来 花费了244年 完成了从奴隶制到种族隔离 再到20世纪全面内部平权 与外部第一霸权的飞跃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可以从清朝灭亡的1911年开始算起 至今才不过109年 所以中国人大可不必太急 太平洋两岸三个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十大经济体总量的一半 可见世界文明的中心随着中国的壮大已明显转移到了太平洋西岸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所以从技术的角度看 我认为尽管中国还面临许多问题 但是大概率中国应该会冲破末世线的长线压制 超越历史走向强盛 基于人性的局限 中美之间注定要有一战 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 这一战不会是20世纪的传统战争 它更多将是一场短兵相接的心理战与心智战